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亲自经历的 这个故事不是我自己亲自经历的 但我个人多少能理解自己很好的一个朋友 他说 涛哥我出了个现象 这种事他都是偷偷讲的 所以我也不说张三里斯 我出了个现象 我觉得挺奇怪的 他说 我闭着眼睛睡觉的时候 我突然我觉得我飘起来了 他飘起来了 他说 我觉得飘起来了 我一睁眼不对 我躺在床上 我一闭眼 我就又飘起来了 他说 吓坏了我了 然后他说 我飘 我都能感觉我撞墙 他碰到墙了 他说 碰到墙了 我碰到墙了 我一睁眼 哎 不对 我又在吓 我看见我在睡觉 我说 你说什么 他说 我看见我在睡觉 就这句话厉害了 我说 然后呢 他说 然后我就有点懵了 我再一闭眼 哎 我醒了 我就还是躺在床上 他说 有点搞不清楚了 哎呦 我说 这不是就你自己的灵魂出来的 啊 灵魂出来 他可以自由的出来 但他不是主动的 他是被动的 他说 哎 这事有点解释不了 我说 我个人觉得能解释 那外乎就是说 你自己的灵 我 这纯粹我自己理解啊 你自己的灵魂魄 原神能够不受自己肉身控制 而自己的意识可以清楚了 就是已经开始跟自己的原神灵魂能够接触 能够趋近你把握他 那通常做梦或者夜游那种都是不能把握的 那他是能把握的 因为他知道自己 哎 我睁开眼 怎么在这儿呢 哎呦 闭上眼 怎么过去了 反正你反过来 灵魂那边跟我们现实这边 有着这个时空的概念呢 时间差是不同的 所以你看起来一睁眼 一闭眼 有你的思维 可是从你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那个时间可能就很长了 我们在跟大家讲风声演义的时候 在讲这个达基 狐狸杀死达基的原神的时候 那是在驿站 皇家驿站里头 对吧 哎 那个驿站的老板就跟当时苏呼说了 说大爷这地方闹过鬼 那苏呼呢 是拿着抱子编译说 闹什么鬼 这是皇家 这是皇家驿站 你跟我说闹过 也不行 就住里头 不能住军长 那护着他 那是送他女儿吗 送达基去招戈吗 哎 那他就苏呼又怕出事 所以彻夜未眠 拿着在看兵书 点着灯 就在他在大厅里头 女儿在里面睡觉嘛 爹呢 也不能站在女儿的卧房里呢 不合适 虽然是爹 对吧 但是他在大厅堂里头 就在这公斤 然后里面公斤喊说有妖精 有妖精 这个苏护拿着灯 手里拿着鞭 这手拿着灯就往里进去了 进去的时候 感觉了一股风 把灯给吹灭了 吹灭 他扭过出来 再去把灯点着 再进去 一看达机没事 那书里怎么写的 说那灭了灯 再点灯 那太长时间了 那个狐狸早把达机的魂魄杀了 他就进去了 狐狸已经进去了 跟爹说话 那已经是狐狸了 而不是达机 书里就这么写的 所以那个朋友讲述这个故事 我个人觉得 我个人觉得是蛮 那就是这么个现象 所以他 我讲这些 可能有朋友说 你给我证明 你千万别说这句话 我就说这句话 昨天你媳妇 别说你媳妇 有朋友不爱听 昨天那爷们的 那哥们的媳妇 遇见了他初恋的情人 你信吗 你证明吗 那没准你还想做梦时 遇见自己初恋的情人呢 几乎没有人 娶或者嫁给了自己初恋的情人 所以呢 人家成为了永久的遗憾 心里老远忘不了 这没有对没有错 这是真实的生活 这是人脱生在人间的磨难 磨难 所以他是人的过程了 那那个朋友能够有这种现象出现 我以为同样也是个天象 就是这么个环境 那很多人 你什么都不相信的人 是最愚蠢的 我讲的是这个概念 我个人讲的是这个概念 所以有一些人被称为天才 其实是因为跟他的生命来处有关 他会有非常越天才的人 他所描绘的文字的东西 看问题的东西越简单 越接地气 越接地气 越民俗 所有人都能听得懂 对吧 拿形容词堆砌在一起的人 那东西也废物 没用了 垃圾呢 中央和中共的发言人 都不是人的垃圾 是高级动物的垃圾 香港的叫戏剧处境 对吧 陶杰 这是个才子 被称为四大才子 香港的四大才子之一 那他在 他经常写政论文章 而且自己有时候会上电视 他的看法观点就很 我个人觉得就很清晰地描绘 在很多人眼睛里很复杂的状况 他去调侃了 很调侃地分析了现实的状况 就是现在香港的状况 在川普签署法案之后 川普出于对习主席的尊重 终于签署了千呼万唤的人权法案 从此香港政府的行为 包括特首 行政议会 警务处长在内的高官 都要接受美国国会和国务卿的监管 你看他上来就上来是这么说法 这是事实啊 对吧 但这个听起来就大家就听 就不是单纯的呼喊一个法案的问题 他会跟你说的非常的直接 非常的手边 非常的现实 也就是说嘎嘭似的 就林郑玉娥就像个苍蝇 随时就被川普拍死了 拿手掌就给拍死了 大冬天是出苍蝇 你随便就拍死了 如果中国不反对 香港如果中国不反对 这话说的太耿了 香港将进入某种程度上的 中美共治时代 讨厌政治的商界 在香港做生意 习惯了西方框架下的法治 人权跟契约精神 没错 法治是保护的 人权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 契约是每一个个体人 必须遵从的被称为人的道义 和生命的准则 守约契约 而中共是高级动物 永远以契约的方式去欺骗习近平 去兑现他性本恶的肉欲 真的 肉欲不一定非干嘛 很多人什么都干不了 但充满了肉欲 大家别觉得 还是这句话 你别觉得多 心里一惊了 涛哥怎么老讲这么俗的话 对不对 现在肉多贵啊猪肉 俗马那么贵 俗马 多了一层监管 多了一层担保人 乐见其成 所以他讲西方的生意人是高兴的 法案 他其实在香港的生意人是高兴的 因为香港人权法案 等于是保护了在香港的所有生意人 间接保护 22年回归 特区政府守 要守护香港地位 尤其是对林郑月娥失败的 特区政府施政的溃败的某种惩罚 他讲这个法案 是 因为他做不到维护香港本该有的东西 他没有维护到 那校长 美国是成了校长 给林郑月娥 张建宗 张建宗是这个政务司司长 香港特区的各司局长 一张成绩单 美国对这一批 想把自己子女教育 私人财产跟家庭护照等等 偷偷挤入西方文明事业 文明社会的三等客 一把推下了车 不让他们还想纷纷追上来 伸出手去抓住车门不放 再加上还加上一脚 这就这是财子的描绘的方式 这个法案把这些达官贵人 这些拥有条件 在这个世俗的环境中 任意想责到他们欲望宣泄之作法 设置了限制 对吧 你想上 别地儿我不管 你想上我美国这辆列车 我能踹死你 打死你 拿棍子能够给你帮出去 你想上我车 我不让你上 你给多少钱 我不让你上 这不是人家讲得很清楚吗 他没说把美国战车开到香港去 他是说 我不让你上我美国列车 你抗议个什么球 被林郑的班子 公然在全世界面前动手 当然有理由 这是指川普了 纵然去使外国记者主席开始 道固守非要弄送中 外国势力叫吕家劝戒历臣不可 而林郑却以当家作主的傲慢不于理会 就把美国人惹毛了 外国记者协会的主席 这是英国人 在此之前曾经把人家给开除了 就人家要禁台湾 禁香港 他不让人禁 原因就是人家指责了林郑的做法 那是早前大概四月份 今年四月份出的事情 好像一家晚宴 习大打是主人 但是美国是今晚的首席贵宾 那林郑呢 他们就是vitress 吹本 端盘子的 说这伙 这伙端盘子送菜的人呢 不但踩了来宾的脚 最初以为你无心 而且呢 竟然在美国人宾客 就在川普的牛肉汤里面 发现了苍蝇跟头发 那他他客人就不干了 对不对 你刚才踩我脚 你是无心之为 你现在这个给我做的牛肉汤里面 猪肉汤里面 有苍蝇跟头发 你傻意思 那人谁都不干 对不对 谁都不干 所以这是人家人家写文章的概念 打狗看主人 面对美国人发作一点点 至于白人至上的 等正霸权主义的行为 应该轻轻咳嗽一声 掩盖一下尴尬就完了 随意打个场就完了 然而就本来是个饭局嘛 却是剑拔弩张 主人演过去就完了 主人非要给这个 做错事的这个奴仆呢 撑腰 那你请人吃什么饭呢 是不是 这纯粹就是打架嘛 他讲的就是这个 一国两制到今天 美国跟西方不满 本来就是美英中三方共管之地 这是他的看法 美国英国管法律 现在香港的法律的一切 都是英国留下来的 普通法和养法官 而美国监管银行金融 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 就是港币跟美元挂钩的概念 就变成了香港的金融体系 受制于美国的金融体系 对吧 那他不是反正挂的 不是美元挂在港币上 是港币挂在美元上 所以那美国当然有发言权 而且有直接的操控权 那中共国只是剩下东西 三角平衡 某种契约 但有人想打破 习打的想打破 是吧 既想把英国人打出去 又想踹死美国人 那美国人不干了 香港龙门客栈 一桌子四是主角 哪知另外两桌子 全都有着另外的想法 安中喝酒 楼上还有两三桌 在静观动作 所以林郑的班子 只是个殿小二 一甩毛巾 只管朝四方宾客 点头哈腰 几个跑堂的 实在太不懂规矩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 他没看过叫 姓胡的 我不知道这部 我也没看过他的电影 叫经典的简洁 总也看过叫 唐顿庄园吧 唐顿庄园 我也没看过 我不知道他说的是 是哪一个 林郑之流就会知道 他们在这种场合的位子了 他们似乎 但他们似乎真的不知道 就 这就紧张了在戏院里 吃爆米花的观众 把潘看戏的给挤坏了 林郑真不知道 我也觉得林郑真不知道 就像香港警察真不知道 他真以为 沉默的大多数的香港人 跟香港警察同在 所以这就是一个 被称为天才的人 他在看待这么一件复杂的事情时 他可以以调侃的方式表达出他的看法 表达出他的看法 而且非常清晰的 跟大家分享了英国是谁 美国是谁 中共国是谁 林郑月娥是谁 那在这个角度来讲 很显然 英国能够把控的力量不足 他可以吞噬掉 但如果主人不干的话 就是习近平硬吞的话 似乎可以吞掉 似乎可以吞 人大释法就是这么回事 但无论怎么样 习近平不敢动钱 香港的联席汇率制度 促成了这个美国 如果以美国国力 来惩罚中共在金融系统上 那是给香港可以带来灾难性打击 可能很多朋友会说 说不对 那到处对美国也有影响了 是 你扇别人大嘴巴的时候 你手掌也疼啊 那是 如果你从这个角度上去分析说 那美国人可能不打的话 我相信有病的只能是这么说的人 而不能说是那个抽嘴巴的人 是不是这道理 所以有些读了书的 替中共卖命的人 他除了混淆是非 就是糟蹋自己 感谢朋友们的咖啡 咱们一会儿看风神 我想请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SB21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